知名玉里面店小菜被人偷窃 7号晚街小菜又被偷了 店家调阅监视器发现窃贼放案时 全身包着汽车防尘套 想要掩人耳目 不过警方调查之后 逮到了45岁的良性窃贼 原来他是第三度犯案了 他向警方公车因为半夜肚子饿 才跑到面店来偷小菜 监视器画面拍下一名男子 披着红色防尘套 鬼鬼祟祟的走在大马路上 原来他走进一家面店 拿了好几叠小菜出来 接着用防尘套遮住五官 缓慢离开现场 男子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殊不知他一身装扮超级显眼 就连夜晚走在街头上 都被拍得一清而出 再次接获报案 称店家有三碟小菜又招欠 本所同仁立即沿逃逸路线追查 与15分钟内在中心街 查后犯险所窃取之物 男子会被抓住全是因为店家 调阅监视器发现他的踪迹 当时这名45岁良性男子 先是到面店附近偷走汽车防尘套 接着闯入店内偷走小菜 不过这已经不是良性男子第一次犯案 原来让良性男子 一而再再而三冒着招逮的风险 也要吃上一口小菜 警方确认良性男子身份后 马上冲到他的住处 将良性男子给逮捕 良性窃贼已经连续刑窃多次 原警认为良性嫌犯不知悔改 有再犯之余 因此全案依窃盗罪嫌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 记者高雄双玉里镇采访报道